站在这个舞台上感觉真的是有一点忐忑 因为我看到今天前面演讲的这些嘉宾全都是有技术的背景 但我今天是一个技术的门外汉 站在这里从我自己的一个视角来分享我对云计算的一些感受 拉钩网的起源其实是来源于三大桌咖啡 我不知道今天在场有多少人到过我们的咖啡馆喝过总理咖啡 哇 好感动 谢谢大家 那其实在五年前我们做这个三W咖啡的时候 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就是大家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可能也只是在感受到在互联网的小圈子里面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那这个云计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词 感觉是非常的非常感性的一个词 但是不知道是提供什么服务的 但是五年过去了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现在的这个创业创新已经变成了全民的一个话题 然后这个拉钩网也在三W的这个历史的基础上有两年的历史 同时我们也伴随着Ucloud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走到了今天 那我今天其实想从一个就是比较前端的就是负责这个市场战略的人的视角来谈谈 就是我对云计算的一个感受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拉钩网是在两年前创立的 我们当时的想法呢是发现互联网的创业的公司越来越多 但是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非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很多的包括传统行业的企业家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就大家开始去做这个互联网的业务的时候 首先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懂得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但是这个团队到底从哪里找呢 我们可能从传统的这个招聘渠道上面 能够获取到的有这个相关经验的人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当时呢很多的创业公司跟我讲说 它会去采用猎头的服务 但是呢同时又觉得猎头的服务太贵了 招一个人差不多要一两万 早期的创业公司怎么能承受得了这样的一个费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初衷 在一二年底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 说我们来做一个专门服务于互联网行业 为这个有互联网从业经验的人员提供职业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我觉得也特别的幸运 在一三年我们这个项目上线之初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YouCloud的帮助 可以说是创业的第一天起 我们就在使用YouCloud的服务 随着拉勾网的整个慢慢的发展 也感受到了整个云计算对我们的支持 我在来准备这个演讲之前 我问过我们CTO一句话 非常技术小白的一句话 我说这个感觉云计算好像是很多的创业的公司 很多的这个项目他们都在使用 是不是随着我们的业务慢慢发展 我们就不需要云计算了呢 我们CTO跟我讲他说不是的 那首先这个云计算能够提供的服务和支撑是非常强力的 那另外一方面拉勾在成长 我们的业务在成长 其实YouCloud在过去的这两年他也在成长 他跟我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细节 讲到这儿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拉勾在做些什么过去两年 在过去两年间我们首先是从互联网招聘这个市场切入 在今天呢有大概200万的互联网经验的同业者 在这个平台上去找他的这个新的职业机会 也有大概8万家的互联网公司和跨向互联网领域的这个 这个传统行业的公司在使用我们的服务 其中有像腾讯啊百度啊这种大型的公司 也有像滴滴啊小米啊这样的新型的 我觉得是一些互联网的新贵 然后也有一些非常这个小型的初创企业 在这个平台上每天会发出很多份的这个面试的邀请 那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面试的回复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交互 那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会说为什么招聘的行业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格局也非常稳固了 你们作为一家小公司能够这么快的去杀出重围 还能在招聘的领域互联网的领域被人记住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方面吧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PPT上的这个话是非常抽象的 那我可以用几个例子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Lago非常看重的一点 就是始终要站在C端用户一边 在过去的整个的招聘行业里面 大家会看到会有非常多的销售 然后跟这些招聘的雇主企业频繁地去联系 那所有的这个模块的设置 服务的设置全都是围绕着雇主的需求去做 但是其实求职方在这个平台上是需求没有被满足的一方 比如说很多人投了简历之后 他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的简历有没有被看到 他也有可能得不到任何的回复 那另外很多人在面试之前 其实不知道自己的薪酬到底是多少 薪酬面移是行业的一个标准 但是Lago网开始做的时候 我觉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坚定的选择站在C端用户的一边 那我们会要求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份简历 都要在七天之内给到用户回复 同时我们也要求在我们平台上的 每一个职位的薪酬都必须是一个透明的 比较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让大家在选择职位之前就能够知道他的一个薪酬的报酬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创新 但是的确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理念 那很多Lago当时所提倡的服务在今天也已经变成了行业的标杆 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始终站在C端的一边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Lago始终坚持在用户当中去创造一个比较极致的服务的体验 我们有一个用户是在天津的 他有一天晚上在十点钟左右坐在马桶上 拿着他的手机投递了一份简历 但是当他还没有离开马桶的时候 他收到了这个简历的一个回复 他当时跑到我们的那个微博上留言说 你们是不是一个骗子公司啊 怎么可能这么快呢 这个回复是机器的回复吧 应该不是这家公司的回复 但事实上后来这个人的确也是在Lago上拿到了面试的这个offer 他后来到我们公司做这个用户访谈的时候说 真的当时是非常震惊 他没有想过说一个简历可以这么快地得到企业方的回复 那就是这样一些超出用户预期的一些体验 我觉得造就了很多的Lago的口碑 才会让Lago在行业期间的发展 口碑的传递比较快 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Lago从来不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工具的平台 我们始终会去关注我们所服务的这个领域的企业和用户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最佳雇主的评选 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野心时代 那为什么会选野心时代这样一个主题呢 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在今天是一个创业的最好的时代 它也是在这个行业所从业的人的最好的一个时代 我们应该有义务去激发这个行业的所有的用户 对自己未来的想象空间 去支持它走向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职业的选择 所以这个是Lago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先能够打动用户 让它去爱上这个品牌 在它需要换一份工作的时候 它才可能去选择一个品牌 这是我们我觉得能够在两年期间跑得比较快的 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吧 那另外在云计算这个方面 那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案例可以分享 首先第一点就是招聘这个行业 是一个季节性还蛮强的一个行业 那大家去看一个行业的这个数据的曲线 会看到每年的春节过后的那个一个月 差不多正月十五的时候 其实是全行业 不管是农民工回乡 还是说这个高知的青年 回到这个大都市开始一年的打拼 其实这都是一个招聘行业最活跃的一个时段 那对于拉钩这样一家小公司来说 我们在2015年的三月份 也做了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的广告的投放 我们当时在全国的重点城市 投放了我们的几千万量级的这个地铁广告和分众广告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几乎所有的最重要的 需要突破的一些数据指标和服务的指标 都会体现在三月份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全民跳槽月的这样的一个战役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YouCloud给了我们非常多 非常贴心的服务 首先我们在数据上面 有了一个非常弹性的 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保障 那另外在我们启动这个 全民跳槽月的这个全公司的 公司级的战役之初 我们也会跟YouCloud这边的 这个伙伴去做一对一的沟通 然后他们也会到公司来跟我们去 详细的去了解我们 未来的这一个公司级战役的一些 详细的指标和数据 和我们的一些预测等等 给我们提出一些非常有保障的 一些这种预案 来支持我们整个三月份的战役 这个让我们在打这种 可以说是这个 清奇异异的这种大战的时候 公司在技术方面有了一个 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个后台的支撑 另外一个就是 在场的很多人可能知道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雅虎在中国的研究院 当时有一个解散 然后呢我们是在 应该是在三月十八号的 半夜的十点钟 知道了这个消息 然后拉钩是一家决策很快的公司 当天晚上十点半 我就跟我们市场部的同事说 我们要在明天上午到雅虎北沿 为这几百名最优秀的工程师 去建立一个专门的 这个新的职业机会的专场 所以我们在十点半做了这个决策 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同事就定好了一个第二天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场地 然后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有几十家公司 包括微软 包括腾讯 包括蘑菇街 等等的这些最新兴的互联网公司 就随着拉钩来到了雅虎北沿一层的一个会议厅 当时非常震惊 我记得京东的一个技术的老大直接带团队到现场去抢人 这个我觉得是今年就是互联网史上挺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直接就到现场抢人 然后把这个技术团队带到旁边去面聊 然后把整个团队去挖走 当时有几十家公司随着拉钩到了现场去抢人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发 也非常非常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抢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在线上也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做了一个招聘的这样的活动 然后他也带来了大量的数据的关注 那在这样非常快速的非常突发的这个事情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伙伴Ucloud也是在我们的身边非常一对一的 然后有一个专属的服务 帮我们非常妥帖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大数据量急速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样的时期 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第三个就是关于服务方面 其实我们早期的理念是希望说 如果用户在拉钩上面不进行投递 那他的简历一定是完全保密的 但是在今年的夏天我们有上线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HR它有主动搜索简历的需求 所以我们允许拉钩上面的用户 可以主动打开自己允许被搜索的这样的一个权限 让更多的HR可以主动去勾搭到这些 稍微高端一些的人才 然后在这个服务我们开始售卖的时候 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内 我们大概一两千家的这个名额 当时就被互联网公司的这些HR的部门抢购一空 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定制化的服务上线之前 Ucloud当时是专门为这样的一个新的项目 就牵引发动全身的项目 然后在公司跟我们做了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 事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确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业务上线的时候 能够非常完备地得到一个全面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市场的负责人 在过去的一两年期间体会到的就是云计算 非常的快速的或者说非常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些 大的营销活动期间给到我们的一些 非常棒的一些支持 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我们3W咖啡开始创办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100瓶的很小的咖啡馆 在拉沟网开始第一天上线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这个招聘行业的前辈吧 他会觉得说这个招聘行业的水非常的深 你们又不懂招聘行业怎么敢去做 但是五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在3W咖啡的平台上面 包括在拉沟的平台上 每天都有几百家的这个创业公司 新的冒出来然后发生 每天都有很多的创业的人 从全国各地到北京中关村的这条创业大街上面来交流 其实我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这个时代其实是新的公司层出不穷 然后新的机会层出不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会有更多的一些平台 他愿意去伴随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 从零走向一 从一走向更大的一个未来 那我非常非常深切地感受到 其实YouCloud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都是陪伴着我们的 YouCloud自身也在成长 他从自己这个从零到一成长的这个过程中 他去深刻地体会 一家创业公司需要什么 不同行业的创业公司 它的定制化需求是什么 一个公司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这种技术支持的需求的时候 应该给到什么样的贴心的定制化的需求 那我今天感受到的是 创业的公司真的是在抱团一块往前走 那不光是拉购网在跟YouCloud 有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在3W平台上面的很多的创业公司 也在选用这样的非常贴心的定制化 一对一的云计算 所以说我会觉得 这个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 然后也是我作为一个技术的门外汉 今天在这个场合下 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点点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